OK,好,那當然也是啦,都精打細算 不過,OK,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可以算出一個 甚至我自己也精算過啦,比如說好像 現在那個開車的成本嘛,比如說用多少什麼樣的那個耗油 耗多少,然後就是說比較像買那個油電車好像也估算過 好像真的要把那個,他的那個油電車的那個差架這個開回來 恐怕你要是每天一直開一直開,才不知道把它省回來 等到你開到那個時間的時候的話,恐怕你電池要換了 恐怕那個好像怎麼開好像也不划算 所以後來我還是算了,還是不要買 因為開的時數沒那麼多啦,也不是像計程車司機每天在開嘛 所以怎麼開好像不划算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去精算一下 或者是什麼 像最近有買一些外幣嘛,那外幣多少可以脫手啊 賺多少錢,不過算一算 好像也會被那個會差 對,因為你看,比如說你買的時候買進 那中間還是有個差價嘛 但是最後還是有像我之前買日幣啦,也是有賺的 可是感覺好像就是沒有直接買的那麼賺 OK,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一下就是這個地方 是一個用公式的方式來做 公式,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會用這個所謂的FB函數跟VBA 那VBA部分的話,可能還可以做一些變化 什麼樣的變化?比如說呢,我可以動態的輸出 這一個金額,比如說我的金額也許不是50萬 我可以跳出一個什麼? Input Box,這個叫Input Box 那這個Input Box呢,它可以幫我怎麼樣 去動態的填上這個數字 也就是我今天,當然我不要50萬,比如說我100萬 各10百千萬,10萬百萬按確定 一樣可以幫我估算出一個大概的幾 100萬馬上更動 另外的話呢,當然有一個清除 還有就是利率有沒有,這邊只有2%嘛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有更好的投資管道 比如說可以到5% 所以輸入5好了,假設我今天是5%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就自動幫我跳到5%了 那如果年的話,我不要是10年 我只要5年的話,按確定 那一樣可不可以計算 一樣可以去計算 假設我今天一樣50萬 按確定 它跑的這個範圍就會到5% 動態的可以做輸出 那這個感覺有點像是樞紐分析表 不過樞紐分析表要做成這樣子又不太一樣 所以兩者之間當然可以互相參照 我是覺得這個彈性其實也蠻大的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當你在按計算 它這邊有一個input box 這個input box 如果你輸入數字一定是正確沒錯 可是有一個問題可能會發生 比如說有人就直接明明看到 他就看到請輸入存款金利 知覺應該會輸入50萬吧 假設這樣 可是有人會怎麼樣 輸入50萬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吧 所以如果遇到這種狀況的話怎麼辦 假如你是用這個input box的話 這種input box 它就會產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假如這個50萬丟到這邊 那它又會被抓到這邊來 那數字可以計算 可是文字沒辦法做計算 那這個時候就會卡住了 那怎麼辦呢 可能要做一點叫防呆的工作 所謂防呆就是防止使用者輸入錯誤 而產生後續的連續錯誤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辦 當然你這邊按確定是會有產生錯誤 那有什麼方式 因為它會出現什麼 形態不符 真錯 就卡在哪裡 卡在這個地方計算 所以這邊你必須要把它停掉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很簡單的避免它錯誤 這邊的話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地方先用剛剛的公式來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再按一下 等一下 這個地方先用來看看 好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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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燥